讓別人跟你的想法一致裡面 就是第三個這一個 馬本身如果一點都不想喝水的時候 縱然將馬牽到水邊也是沒有用的 因為強勢的勉強反而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過度的勉強往往甚至你會失去一份友誼 所以千萬有一句話說 千萬不要用挑釁的語氣來測試彼此的情感 尤其夫妻之間尤其朋友之間 更不要用這樣子來挑釁的語氣來測試彼此的情感 你會認為你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你是我的夫人 我的太太 我的先生 相信你能夠最了解我的 你一定能夠認同我的 那是錯誤的 有時候用挑釁的語氣 往往你看看夫妻之間的爭吵的過程當中 常常就有句話說 你打啊 你打啊 你殺啊 你殺啊 尤其情緒挑釁到最高點的時候 真的忍無可忍的過程當中 這時候就真的打了下去 這時候就真的刀子刺了下去 而後留下一個永恆的遺憾 所以真的不能用挑釁的語氣 所以有一個笑話就這樣說了 有一個漁夫他去釣魚的過程當中 他就釣到了一條魷魚 這時候這條魷魚呢 就對著怡婦說 怡婦啊怡婦啊 拜託拜託 你不要殺我 結果怡婦就說 好啊 我如果不要殺你的話 那我要出一個考卷來考你 你通過的話 我就不殺你 我就不吃你 結果這條魷魚就說 好啊 好啊 那你考啊 你考啊 結果怡婦就說 我真的要考了喔 結果魷魚就說 好啊 你考 你考啊 結果魷魚就考焦了 所以呢 真的有時候不能夠挑釁的語氣 到最後呢 受到傷害的是你自己 那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第四個主題就是呢 成為一個成功的領導者 成功的領導者 那要成為一個成功的領導者 很重要的就是要變態 要變態 你會覺得什麼叫變態呢 就是要改變我們的心態 改變我們的態度 一個成功的領導者 態度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以下有幾個子題 我們要來探討成功的領導者很重要的 第一個成功的速度有多快 取決於情緒調整的速度 那情緒調整的唯一標準是什麼呢 顛峰狀態 也就是你不管一個成功的領導者 不管在任何何時何刻 他的情緒呢 往往就是在一個最高峰的狀態之下 絕對不容許你是在一個低潮的狀態 在處理每一件事情上面 那你這樣子 在做每一個決策上面的時候 都往往會有很多的疏失 都往往會有很多的一個錯誤 你想想看 戰場上 敵軍有可能等你備戰完畢之後 才來準備作戰的嗎 不可能的 尤其商場上講求的速度競爭 更是如此 尤其更希望呢 出其不易 攻其不備 這才是一個商場上的一個競爭 成功的一個一環 所以領導者呢 要實時的表現出怎麼樣呢 I'm leader 的一個特質 同時更是一個呢 I'm winner 的一個化身 我就是一個領導者的特質 我就是一個成功者的一個化身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關鍵在於什麼地方呢 關鍵在於情緒的一個掌握 有一個女孩子呢 一個廚師的女兒呢 剛好從公司下班回來的過程當中呢 非常的生氣 於是碰到了他的爸爸之後 就對著他爸爸說呢 我今天在公司裡面 多麼的痛苦 多麼的難過 我們的老闆怎麼樣指責我的多少的缺點 哇 如果如何講的噼噼噠噠 一大段的負面 痛苦跟難過 結果這個廚師的爸爸呢 一手就把女兒牽了一下 帶到了廚房裡面去 那在廚房裡面呢 就滾了三鍋的熱開水 而後呢 第一鍋的熱開水 他就放下了一顆紅蘿蔔 第二鍋的熱開水呢 他放下了一顆蛋 第三鍋的熱開水呢 第三鍋的熱開水呢 他放下了一個咖啡粉下去 結果過了十分鐘之後呢 他就問這個女兒 你看到了什麼 結果女兒就說 第一鍋我看到了一個紅蘿蔔 已經軟了 可以吃了 那第二鍋呢 我看到了一顆蛋 也煮熟了 也可以吃了 第三鍋呢 我看到呢 一鍋香濃的咖啡 結果這個父親就對他說呢 對 這三樣東西 同樣在一個鍋子裡面煮出來 同樣面對一個很 這個很不好的環境 也就在熱水滾燙的一個環境之下 第一鍋呢 紅蘿蔔軟了 改變了 本來是一個硬的紅蘿蔔 卻變成一個軟的紅蘿蔔 可以吃的紅蘿蔔 改變了它的特性了 第二鍋呢 熱水也改變了這顆蛋 本來是液體的蛋 卻是改變了整顆 變成固體的一個蛋了 那第三鍋呢 咖啡粉呢 不僅沒有被熱水改變它的特質 反而呢 咖啡粉改變了水的本質 變成了一鍋香濃的咖啡 所以這個 這三鍋給你怎麼樣的啟示呢 你是要環境改變你 還是你要去改變這個環境 甚至與你適應這個環境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你如果不能適應這個環境 你唯有離開這個環境 那甚至呢 最後你能夠改變這個環境 突破這個環境 那你就是一個成功的人了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呢 都有一把情緒的鑰匙 你要好好的能夠掌握這把情緒的鑰匙 而不要讓別人來掌握你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我們發覺